蒲志强的代表律师张思之呢 他在星期五的上午 已经与蒲志强进行了会面 蒲志强他在会面当中也特别提到了 他说呢 我有六四的情节 这二十五年过去了 我付出了代价 但无怨无悔 他说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改变我的初衷 那么蒲志强呢还表示 他说我的观点不一定都对 但是我坚持有表达这些观点的权利 谈不上寻衅滋事 那么蒲志强暗到底可能面临 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们下面很高兴继续通过电话连线 请在北京的张思之律师来谈一谈 张律师您好 您好 您好 辛苦了 非常感谢您 那么今天的会面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蒲志强先生提出的几点说法 他本人现场的情况 他到底是如何 那么现在有报道传出 您可能会为他提出 保外就医的要求是吗 是的 能不能跟我们谈谈 他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 还有保外就医的这个申请 可能会在什么时候提出 我们要到星期 因为明天后天这边是休息 是 所以我们要到星期一 可以正式提出 好的 好的 那么今天这个蒲志强律师 他本人的身体状况 看起来如何呢 在与您会面时 表面上看还是可以的 不错的 因为他的病是 比较严重的糖尿病 我们从外表上 很难看出实际问题 因为这种病的特点是 不服药是不可以的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吃药问题 是 所以在看守所当中 他的这个服药状况 可能会因此而中断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您和另外一位律师 就考虑为他提出保外就医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想看一看 这整个案件的发展 他被控寻衅滋事 他自己说 这根本谈不上 您对于这整个案件 未来的发展 您乐不乐观 那么刚刚我们的北京记者 东方也提到了 外界现在非常期待 我们知道您87岁的高龄 大家很希望看到您 与这个检察官之间 会展开什么样的一个辩论 跟我们谈一谈 您对于整个案情的发展 您乐观吗 检察官的观点我不知道 因为按照我们的程序 现在还并没有进入公诉阶段 所以不发生一个 我们跟贾谈官辩论的问题 我们只是说 现在公安部门 对他做刑事拘留 提出的罪名 刑信滋事 是不符合我们法律规定的 是 那么张律师 当局到底提出 什么样的证据 来说明 朴律师涉及 寻衅滋事呢 当局的证据 现在我们没有看到 所以我就很难提供了 是 那么另外我们也想提到 就是说这整个案子 这不只是 朴志强律师一个人 我们也看到了 还有其他的六四参与者 纪念活动的参与者 也被当局刑事拘留了 所以这是一个团队 都遭到了当局的 这样的一个待遇 您认为当局在六四前夕 展开这样一连串的 逮捕行动 这样的一种逮捕行动 会不会持续下去 一直到六四结束呢 我不想 我不想与六四联系起来 看目前的案件 因为在这一点上 我并没有根据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所讨论的问题 是六四问题 当他们的这个讨论呢 又不发生一个 寻生知识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重点呢 是在看他够不够的 用寻生知识 别的 在目前 我们不愿意多做考虑 嗯 是 张律师最后跟我们谈谈 您为什么决定 接下这个案子呢 因为 因为任何公民 被指控犯罪之后 他都有权利得到辩护 而我是辩护律师 当然我有责任 更何况 我与朴志强 是同道 是同事 我更应当 为他提出 我自己的 辩护责任 嗯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您 张思之律师啊 今年87岁高龄 我们也 非常感谢您 所做的一切努力 谢谢您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